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张律师栏目 我们有很多华人朋友通过获得L1A跨国公司高管签证来到美国 但是却有很少的朋友知道L1B高级技术人才签证 今天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将为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看看他是如何帮助客户成功的获得L1B签证 然后呢帮助全家获得美国绿卡的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案例呢 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帮助这个客户 以及他的全家都拿到美国绿卡的呢 可以 这家公司其实我们代表很久了 帮他们办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签证 有H1B 有EB2 EB3 然后很多的L1A 但是呢这家公司的高管的名额基本上都已经用尽了 一家中小型的这个公司 那已经有好几个L1A 但是他们又还是想要把其他的这个国内的人士 把他们搬过来到美国 所以L1A已经用尽了 或者是还剩下几个名额 但是想要给其他人用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帮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分析 这个是在早期201617年的时候开始准备的 然后发现这一位客人呢 其实因为他的这个技术背景 他是学这个Software Engineer 他是学这个电脑系的 我们可以用L1B的方式把它搬入美国 然后呢全家可以待在美国 然后我们同时间帮他申请这个绿卡 用EB2 EB3的方式 那今年其实是这个月 全家就终于拿到绿卡了 但是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送件的 然后第一次送件L1B成功批准 全家用L1B过来 然后我们又延期L1B顺利 然后又全家留在这里 同一时间进行了这个EB2 EB3的申请 然后全家拿到绿卡 那L1B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证明你是一个技术人才 公司非常需要你的这个天分 需要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办过来 这个跟L1A差别 差很多很多 但是你要是符合L1A 或者是你符合L1B 你可能可以符合另外一个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 没有做这一个分析 他们认为只有L1A 或者只听过L1A 就办这个L1A 但是很多很多的人 其实L1B比L1A好太多太多了 那张律师我还想请问一下 L1B的申请者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技术人才是哪类的技术人才呢 OK 技术人才基本上概念是 美国这家公司非常需要你的这个能力跟天分 你的能力可能是在国内的公司培养起来的 你在那边已经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一个技术 在美国比较难找到像这样子的技术 或者是国内公司培养你已经好几年 你认识所有整个国内的运营模式 所以需要把你排过来这边 交美国的这个团队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高管呢 是看你下面有多少人 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function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L1A跟L1B 其实有很大的相同 对不对 很多人在国内已经工作蛮久了 或者是已经有一个特别的技术 只有他知道的这种做法 比如说Software Engineer 是他写出来的这个工程师 只有他会 对不对 美国想要找另外一个工程师 过来去学 可能都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他已经花了好几年 把它create出来了 现在要在美国执行 所以美国公司需要把它调过来 那你可以用L1A的身份调过来 没问题 因为你是个高管 公司非常需要你的这个职位 但是你是L1B 是看你的这个技术能力 看你的头脑里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帮助他调过来 为什么这个对公司好呢 因为调过来之后 薪水不用L1A那么高 然后他下面的人呢 也不需要L1A那么多 很多人申请L1A高管 过来之后 公司非常非常头痛 因为在他下面需要有五个人 十个人 二十个人 那请这么多的人 其实对公司来说 开销非常的高 L1B下面可以没有人 也没有关系 薪水没有那么高 也没有关系 L1B就顺利的把它派过来了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怎么样证明 他是个技术人才 那我们用的这种特别的技巧呢 就是我们用O1跟EB1A 我们证明杰出人才的这种 理念跟概念 我们用这种做法 把它搬过来 办这个L1B 我们可以证明 你是非常优秀的技术家 可以直接拿绿卡 我们用这样子的精神 这样子的文件准备方式 来办L1B 就轻而易举 那我们这个客人 第一次就顺利的入境 拿到L1B 然后顺利的延期 L1B其实在移民界里 有一个不好的名声 因为他们说 移民局势乱审核 很多都被拒绝 但是只要好好的 做这个案子 其实都可以做的 谢谢张律师的介绍 还想请问一下 这个L1B的申请者 是一定要获得 美国公司的聘请吗 是的 因为这个是个 跨国的这个调派 那L1A呢 你是在国内是个高管 你想要跳过来这边 也是个高管 L1B呢 你是那边的一个技术人才 你想要跳过来这边 是个技术人才 很多 你想很多很多的厨师 都可以办到L1B 对不对 因为比如说 他们在这个上海 做一个特别好的上海菜 你一定要在国内 才会培养出来 这种特别这个味道 对的这个上海菜 来到美国这边 开一个餐厅 你需要这样的厨师 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 这样子很多的厨师 都可以办得到 那要是你在国内 是个高级的这个工程师 或者是你是有任何的工作技巧 你在那边培训了这么多年 美国这边找不到你像的人才 这样子准备 其实L1B是可以符合很多很多的人 只是太少人来申请 那获得L1B签证之后 可以全家一同来到美国吗 可以在美国待多少年呢 L1B办到之后 就跟L1A一样 可以全家来到美国 可以读书 然后可以工作 可以拿到公卡 所以我们下一集的这个节目 就是讲L2的这个概念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张迪凯律师为大家介绍 他是如何帮助客户 通过L1B成功的来到美国 并且帮助他的全家 获得绿卡的故事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